市民合照又獻花 新竹市長林志堅辭職前一天 率領局處首長到新竹天宮壇參拜 至此時特別澄清 論文風波 今晚林志堅已經提告自清 國民黨及臺北市議員王洪威 不只反告誣告 還加告違反著作權法 質疑林志堅中華大學碩士論文 抄襲竹科委託中華大學的研究報告 去抄襲 而且他有違反侵佔國家財產的問題 這個標案的期末報告 他的財產權屬於逐科管理局 我提出了學校老師的聲明之後 他們被打臉了 那現在又轉到科管局 這一個委託案上在做文章 潑髒水持續抹黑 林志堅提出時間點反擊 2007年12月竹科跟中華大學簽約 隔年四月林志堅就發表文章 六月底林志堅錄文口試後 七月中華大學才把結案報告交給竹科 而即使七月載明著作權屬於竹科 學者指出同一份研究成果 寫成期刊或論文等是學界常態 總統蔡英文也首度發聲 在林志堅貼文底下留言表示辛苦了 為了選舉任意抹黑 不是成熟民主應該有的亂象 國民黨從桃園市議會黨團 到台北市議員甚至立法院黨團圍堵林志堅 毀林計劃全黨總動員 三連續的帳號 林凱鈞莊會期 接下來就下載到台北道